字幕視頻 時間一年美食博覽回來了 星期四起一年五日 在灣仔的會議展覽中心舉行 不過因為疫情關係 現場不准試食 始終被人覺得欠缺了一些東西 如果是試食的話 當然要試食了才會買 但沒有的話 變成了就要考慮一下 未必那麼有意欲 因為帶小朋友來喜歡吃的 沒有了 初初都說不來 為了吸引顧客 參政商都覺出其謀 我們沒有了一個味覺給他們試 我們用了一個臭覺 你見到我們的攤位 到處都放了一些吹風機 一邊煮著雞煲 就會有雞煲的香味走出來 另外我們還有一個聽覺 我們每半個小時就會有一次雞蹄 提醒大家走過來我們攤位 去嗅一下雞煲的香味 他們就會買 始終我們很想人家可以馬上試到 我們一些新的美食 或者是盆菜的香味 所以我們就製造了盆菜模型 去給大家參考一下樣子 而每年美食博覽的焦點 就是一元優惠 開心 當然開心 終於等了兩桶頭 剛才我買了一盒的 然後看到可以用一盒買 又等一下見到這麼多人在這裡 大家一起排隊開心一下 每天頭十位的顧客 就可以用一元去買我們六位用的盆菜 今早都非常易力量反應 十點零一分零二分就已經排滿了隊 今年有消費券 對銷情有沒有幫助呢 有消費券就好像開心些 買得會順手些 今年有消費券優惠 用電子支付的 就可以送多一盒 這樣吧 覺得消費者不怎麼想 適合吃 他就會奪卡 謝謝 你多盒